拜登真的非常認真考慮 要斬首普丁嗎 上週歐洲最大的一個消息 是俄羅斯現在在準備點片 那為什麼要準備點片呢 因為到時候如果放射線出來的時候 趕快吃點片 你可以預防放射線的侵蝕 所以到底核戰開不開 這個後面要來看 但可以確定一件事情 俄羅斯真的沒路了 我們先來看利曼 利曼一失後勤全無 所以利曼那個地方非常重要 可是現在呢 俄國現在是兵敗如山倒 俄軍現在完全沒士氣 所以有空攻投沒空打仗 頓內刺客州的交通重鎮 這個叫利曼對不對 烏軍現在光榮攻下 光榮攻下之後 升國旗那個剎那 先跟各位談 如果你不是真的有心 你不會看 因為那個畫面其實還蠻無聊的 百萬點閱 百萬點閱 各位就知道百萬點閱 大家那個內心 但是目前我先跟各位說 從小虧大 我認為目前烏克蘭真的會贏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兩個畫面 我們台灣話有一句話在說 就說日子不好過 工作不好 叫做便當 身水沒幾百 便當還要自己帶 很慘對不對 這樣算很慘對不對 俄羅斯現在就這樣 居然就在邊境 請各位注意 這是一個鐵欄杆對不對 然後很多的俄國大兵就在對面 然後他們的家屬在幹嘛 在送飯 送飯 在送飯 送飯給他們吃 各位就可以知道 真的是睡得比 起得比雞早 吃得比豬叉 所以就請家屬來送飯了 然後烏克蘭還直接放送 就說 哎呀 你來我們這邊 俄羅斯這些大兵們 你來當戰斧 我們的飯菜 也比你們的俄軍要好太多了 你們那個軍糧都不知道過期幾年了 所以先跟各位說這是一個非常捧事的一個畫面 對不對 但是我們來反觀另外一個畫面 最近在烏冬 很多人就說奇怪 這些媽媽一大早起來在忙什麼 為什麼會有所謂的深夜烘培訪呢 你知道這些媽媽多認真你知道嗎 從整個從早到晚還要偷偷摸摸 因為還在打上馬 你知道在幹嘛嗎 做麵包 為什麼要做麵包呢 前線的士兵你各位去想 就在水深火熱當中 大家是你一槍來我一槍去的 都在拚命對不對 這個時候哪有什麼可以好的東西吃呢 他們堅持要幫前線的烏克蘭的士兵烤麵包 這個代表什麼 代表大家一起是很團結的 那我說從小虧大 俄羅斯的軍人是身水無幾百 便當自己帶 那烏克蘭這些媽媽都在這麼做 讓我想起一件事情 最近股市很無聊 我早上都在看書 各位你還記得七十多年前的淮海戰役 中國大陸叫淮海戰役 我們台灣叫徐棒會戰 那一場戰役過程當中 蔣中正把他的家當全部輸光 八十萬大軍全部輸了 發生什麼事呢 一開始是一百二十萬大軍在對峙 打了一年多之後 整個就在整個淮海 淮海就在江蘇跟山東之間 兩百多萬的軍人在那邊打仗 台灣中國內戰 大家都沒食物吃對不對 你知道共產黨怎麼贏的嗎 怎麼贏的 共產黨那時候所有的山東的人 他們發起的叫做炒麵運動 炒麵運動 對所有的人家裡面 你只要有一點麵粉 無論如何就把它炒一炒 做一點麵加點鹹鹹的 對不對 用小車運運運運運運 運去給共產黨吃 那國民黨有沒有給他們飯吃 沒有 為什麼呢 貪腐的軍隊啊 貪腐的軍隊啊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典型 奇怪的一個戰役 國民黨的軍隊 有美國的資源 有比較新的炮彈 有比較好的槍 結果沿路越打越往南 然後沿路越打人越少 打到最後呢 各位就散火了 蔣中正就到台灣來了 所以從整個烏東 深夜的烘焙坊 再到本東給你炸 各位誰輸誰贏 但最近有個畫面看了真驚人啊 好什麼畫面 先來說 俄軍現在呢 我們一直跟各位說 俄國的軍隊管理很差 人家美軍是如何呢 把你的弟兄帶回來 他們不管是陸戰隊 不管是陸軍 不管是那種所謂的遊記兵Rangers 他們的第一個就是 不能夠讓你的弟兄姐妹們 曝斯野外 結果呢 俄軍最近發生什麼事呢 你管打不管埋啊 前面就在打啊 不管埋 結果呢 後勤有問題對不對 最近網傳看到這個問題 毛骨悚然 為什麼呢 有一個俄國的大軍曝斯野外啊 被豬給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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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個畫面含我們要打馬賽克 真的是整個上位就被豬給吃啦 還是俄軍上位呢 對啊 這件事情到底是如何呢 這個後面要來看 但是就是因為這樣子 各位 要吃沒得吃 然後呢 管殺不管埋 後面戰況很差 上個禮拜大家還記得那個 哇 空中飛踢 叫同學來把他的腿骨踢斷對不對 對 想不到現在呢 更放大絕了 啊 越來越激烈嗎 又有二兵要逃真兵對不對 直接砍掉重練 砍掉重練 拿一支大鐵錘 千萬別學啊 當然不能學 從左邊手臂直接打下去 天啊 然後打下去完之後呢 他的親屬還跟他說 有好嗎 這樣是可以嗎 天啊 然後重點是在於呢 這種事情在俄羅斯一定是層出不窮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什麼事 俄國的徵兵處啊 最近直接發公文 什麼公文 請大家不要自慘 逃避兵役 這是不對的行為 還不是你們造成的嘛 對 這是誰造成的 可是呢 每次我們看到這個畫面 都覺得很難過你知道嗎 這個是國家未來的資源 他就拿一根大鐵錘 這樣給你下去 但各位 真的是很難爭 為什麼呢 能跑的都盡量跑嘛 所以呢 最近俄國就動員很多的網美 在幹嘛你知道嗎 先發網美照 然後就跟你說什麼呢 跟你說去當兵好棒棒 當兵好棒棒 對啊 為政府來宣傳動員令 但卻有說實在話 如果照目前的狀況來看 真的可能回不來 真的回不來啊 槍生鏽的 武器是落後的 連飯裡都沒得吃 去那個地方打仗 到底有什麼意義呢 完全都看不懂 屍體還被誅尸 上個禮拜這個消息 讓大家覺得有點嚇一跳 為什麼呢 這個是克里米亞 目前重中之重就是在烏冬 就在克里米亞 結果克里米亞突然間之間 這個是在海灘 大家突然間發現 這是發生什麼事啊 碰碰碰 有聲音 然後後面就失火了 然後失火完之後呢 大家就一直在看 這個到底是被炸 還是發生什麼事 然後後來呢 俄羅斯自己出來說明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他說我們的飛機回來的時候 飛機衝出跑道 但是飛彈引爆 但是飛彈引爆 飛彈引爆 但是飛彈引爆 但又晴你相信嗎 我看到那個煙 我真的有點看不太懂 這個煙好大 到底是被炸還是失誤呢 所以我們就看做總結 第一個 便當要自己炸 然後上位給豬吃了 軍人現在拿一根大鐵錘 自己來敲自己 自己斷被怎麼辦呢 所以現在呢 到底會不會核戰 那普丁現在最近做兩件事情 讓大家覺得很擔心 剛開頭我們跟各位說 他在買點片對不對 第二個他把雜波羅勒核電廠的廠長抓起來了 那到底要發生什麼事呢 因為這個核電廠了解雜波羅勒裡面任何的所有的一切 所以現在的核戰有兩種 第一個到底普丁會不會動用核子武器 這第一個 第二個會不會炸核電廠 而且這個炸核電廠炸到連芬蘭自己都擔心 真的是不得了的事啊 因為芬蘭旁邊有非常多的一個核電廠 所以據傳呢第一個目前根據美國新聞週刊的一個說明 目前的拜登美國考慮要斬首普丁 但最新的一個消息是呢 過去CIA的前局長他叫Petros Petros直接說 根據我們過去的標準守則 只要俄羅斯敢動用核武的話 歐盟跟美軍他特別把歐盟放在前面 歐盟的軍隊跟美軍的軍隊 我們會摧毀在烏克蘭當中 所有俄軍的人員跟設備 包括黑海艦隊 包括黑海艦隊 所以現在的話已經嗆得很明了 你敢用 美國就要正式動武 那美國正式動武呢 不用恐嚇你喔 為什麼呢 目前波蘭跟烏克蘭的邊境呢 有十萬美國大兵在 你只要敢動 我們就馬上過去 所以目前來看 情勢越來越緊張 但是從小虧大 人家的媽媽晚上願意烘麵包 你們家人還要自己帶便當 各位誰輸誰贏 贏目了然 然後